那么这两天呢 我们的记者也一直奔走在两会内外 继续给大家带来两会的第一手消息 今天的两会Vlog 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 去认识一位基层人大代表 一个快递小哥 你好你好 晨晨 我想问一下 今年是你第二次参加两会了 第一次相比 心情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第一年是 紧张大于激动 今年是激动多一点 紧张上面有所缓解 你做了15年的 有证快递行业了 这15年你的主要工作都做了什么 你感受到这个快递行业 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我是从进单位的时候 一个是直接的体力劳动 到现在的是 做的揭发工作 偏向于就是网用 偏向于技术工作了 感受最多的就是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科技的应用 跟我们这个电商的发展速度特别快 科技的应用就是我们 现在以前进来的时候 都是人工 手工操作 更多一些 然后对体力的要求 劳动强度是特别大 现在科技的应用以后 就是像那些双重风险机的应用 我听说你今天还有一个议案 是关于这个推进绿色包裹的 绿色包装 为什么会想到 要提这样的一个建议呢 我们平时的生活中工作中 常常会看到 这个包装过度 给城市的垃圾处理能力 带来的那个负担 是非常重的 所以根据我行业里面 就是平时一些所见 还有我们生活中的所想 还有就是提了这方面的建议 希望就是在国家层面 能够倡导一下 我们这个行业 就是从高速度发展 向高质量发展 其实说起来 我也是一个经常网购的人 我自己在网购的时候 也都觉得 这些网购商品 它的过度包装 肯定会给这个环境 带来比较大的污染 感谢这位代表 这位快递小哥 提出来的这个建议 谢谢大家